准备210克的纯牛奶 6克的酵母 搅拌均匀把酵母融化 加入350克的高筋面粉 拌成棉絮状再揉成面团 揉成面团以后室温发酵一个小时 然后再放在冰箱冷藏发酵一个晚上 搅拌机里加入150克的高筋面粉 75克的白糖 25克的奶粉 3克的盐 150克的冰牛奶 这个是前一天晚上做好的中种面团 有这样的蜂膜状就可以了 拿出来切成小块 再把切好的中种面团 放在煮面团里 揉均匀 这个大概揉了10分钟 我们看一下面团 这样就可以加黄油了 再加入20克提前软化好的黄油 开高速继续揉面 现在的面团韧气越来越好了 能够拉出这种特别薄的膜 破冻之后 冻是光滑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出光之前我们要测一下面温 面温不要超过26度 把面团稍微整理一下 盖上保鲜膜 放在温度26度 湿度75%的环境里去发酵 我们的面团已经发酵好了 取出来之后 把面团平成分成六等份 再把每个小面剂揉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剥做好之后 盖上保鲜膜 洗上20分钟 砂板上面少撒一点薄粉 然后在表面拍一点干水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剥好之后 再盖上保鲜膜 咸上15分钟 再取一个咸好的小面剂 轻拍一点干粉 全部干好之后 放在吐司盒模具里面 放在不超过35度 湿度75%的话 进行去发酵 我们的二次发酵 已经发酵好了 发酵到八分满就可以了 八分满的时候 盖上盖子 烤腔提前预热10分钟 上火178 下火180 大约烤45分钟 出炉之后 蒸两下 立刻倒在烤酱上晾凉 面包各一天 切片 会更加稳定 烤鱼 切片 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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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种法做的吐司 冷了也特别的柔软 像棉花一样 而且风味十足 室温放几天都可以 做好的吐司 可以直接吃 或是早餐搭配鸡蛋 白根 蔬菜 做个简单的三明治 高蛋白高营养 简单方便快手 是上半组学生的最佳的选择 而且一片白土司 真的可以有N种吃法 每天吃都不会腻 夏天吃不完便想冷冻保存 提前15分钟拿出来解冻 口感依然不变 喜欢的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击关注哦